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昨天武汉下了特别大的雨 大家看新闻还发生了龙卷风 所以还有伤亡 其实水非常大 可能从这里面给伤进去 但是还好水量不大 水量并不是很大 我这个地面还有点脏 我给清理都是叮咚的狗毛 你看地面上是湿的 这个水实际上是从家具的缝里面流出来的 从这个位置流出来的 正好对应的就是冰箱的散热孔的位置 这是冰箱 冰箱后面那个散热孔 它就从这个位置慢慢的伸进来 不过好在不多 因为大概就像小孩撒了泡尿那种感觉 那个水量 我赶紧给它拖了 因为你不拖的话 它下面那个垫的那个木板 其实这两天应该早就应该出发了 然后一直在等一个电瓶过来 因为我又入手了一个电瓶 也是以后也在我的微电上面有卖了 因为有时候开车会开五个小时 甚至更长时间 那么这一个电瓶充满了以后 等于说那个电就闲置了 所以再重新再加了一个电瓶 一百安时的估计是 所以大家以后注意 如果说你在买房车 注意就是说 刚才像我这种情况 看看有什么办法能够避免 是不是贴一个雨霉之类的东西 或者自己DIY一个 用那个3M胶给它沾上 不过还好了 一年也遇不到这种情况 有那么一两次 大部分的水都会被过滤掉 只会有一点点的水会进来